黄鼠狼为什么会怕鹅 鹅有啥厉害的 原来鹅的段位这么高 农村有个奇怪的现象 人称黄大仙 人都不敢招惹的黄鼠狼 却唯独不敢招惹鹅 有些养殖户为了保护鸡鸭 还会特地的困养几只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说黄鼠狼会放烟雾蛋 但民间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 鹅的粪便有很强的腐蚀性 黄鼠狼踩到会烂脚 这是真是假 我们待会儿再说 农村有句俗话呀 您被狗咬别让鹅碾 大鹅作为农村的三把之一 连土狗都要避养三分 大鹅天性好斗 攻击性极强 又特别爱叫针 一旦发起攻击就会穷追不舍 直到打赢对方为止 战斗力轻松地碾压黄鼠狼 然后从体型上来说 黄鼠狼已经占了下风 它虽然是食肉动物 身材却十分地娇小 成员的体长在30到40厘米左右 体重只有一公斤 反观食草动物的大白鹅 体型十分地庞大 一只成年鹅的身高 在一米左右 体重为4000克 体型是黄鼠狼的四五倍 气势上完胜 而对于比自己大几倍的动物 黄鼠狼也会本能地逃跑 值得一提的是 大鹅的眼珠结构很特殊 它的眼球就像是两个突透镜 所以在它的眼里 不管什么东西都很小 只有自己才是最高大的 这也导致它的自信爆棚 即使遇到比自己大的动物也敢战斗 更别说 虚心比自己小几倍的黄鼠狼 偷偷告诉你 鹅厉害之处远不止于此 关注我 杀西士兵 搜索带你去见识一下鹅的必杀技 鹅究竟有啥特殊本领 居然连神兽黄鼠狼都害怕 看完视频 你就明白了 这是鸡鸭的牙齿 这是鹅的牙齿 同样都是家禽 鹅的牙齿结构却非常的独特 是一种名为尺状肺的结构 不仅嘴巴上下两排都是尖尖的牙齿 连舌头的两侧也有一排锯齿 咬合能力极强 像鳄鱼的死亡翻滚一样 大鹅也会旋转攻击 而且力度很大 一顿横力 给对方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浙江急案就发生过一起 严重的鹅伤人事件 2018年的11月 一位齐群的老人在酒店旁散步时 被大鹅攻击 导致老人的身体 一处八级伤残 一处九级伤残 法院和酒店赔偿了59万元 可见大鹅的攻击力有多强 那诡异又邪性的黄大仙 为啥怕他呢 众所周知 黄鼠狼一般都是夜间出行 虽然鼻子灵却是个老花眼 相比之下 鹅的势力非常好 是人类的三倍 而且夜视能力很强 在黑暗的环境中 很快就能发现黄鼠狼的踪影 再加上鹅的听觉灵敏 反应迅速 遇到黄鼠狼会高声鸣叫 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效的防止黄鼠狼来偷袭 不仅如此 大鹅扑打拧拙 进攻方式 硬有尽有 而且他们一般成群结队 要打也是打群架 就算黄鼠狼有抽携炸弹 遇上段位这么高的大鹅 也根本招架不住 只能够夹着尾巴 溜着打击 现如今农村开始养鹅 看家护院 因为大鹅与狗相比 警惕性更高 领地意识更强 狗与熟悉的人 相处久了会降低警惕 而鹅除了自己的主人 六亲不认 基本上是个脑瘫 一旦自己的领地被侵犯 就会主动发起攻击 直到对方离开 不管是攻击力 还是忠诚度 大鹅都丝毫不出色于狗 其实不光是黄鼠狼怕鹅 很多猛兽 也对它褪皮三射 关注我 下次我们接着说 为什么各种动物都怕鹅 为什么有鹅的地方 就没有蛇呢 大鹅的真实身份 超出你的想象 注意看 两只加拿大鹅 正在和一群牛对峙 面对比自己大级别的动物 它们丝毫没有畏惧 一个猛冲 吓得牛群四处逃窜 这还没完 2021年 河北保定动物园 发生了一起 大鹅袭击老虎的事件 因为没有买到鸡 饲养员就买了一只 鹅给老虎加餐 谁曾想 两只老虎 竟然被自己的食物 撵得是满院子跑 在虎舍里面 上演了一场 鹅追老虎的闹剧 几个回合下来 老虎吓成了猫咪 大鹅却成为了大王 除此之外 网上还有很多 大鹅攻击猛兽的视频 吓跑黑猩猩 撵走非洲犀牛 大鹅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上古神兽 为什么所有的动物 都怕它呢 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 科学家推测 大鹅祖先应该是 食龙中的林道龙 2017年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种 长相酷似大鹅的林道龙 不仅是水路两栖 而且体型较小 浑身长满了羽毛 而我们在电影中 看到的迅猛龙 其实导演是为了 更好的观影效果 把林道龙的体型 放大数倍 再褪去羽毛得到的效果 虽然是常见的家禽 大鹅的牙齿 却别具一格 这是一种名为 齿状慧的结构 是远古鸟类 没有完全退化牙齿时的残留 而食龙 是类似于鸟群的 瘦脚亚木恐龙 正好解释了 大鹅的牙齿结构 这就是为什么 大鹅如此凶猛的原因 原来人家的祖先是恐龙 经过漫长的演化 大鹅脱胎换骨 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他们天不怕地不怕 唯一的天敌也许是铁锅 铁锅盾大鹅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下期视频 再见